这是世界上电压最高 同时也是距离最长的一条收电线路 从中国西部准嘎尔盆地出发 横跨沙漠、高山、峡谷等各种地貌 蜿蜒3324公里 到达东部人口密集的地区 中国人用了八年的时间 建设了超过三万公里的高压线路 架构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能量转移系统 而要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效率 最好的方式就是尽一切可能升高电压 眼前这条一百一十万伏的高压线路 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线路 它的作用相当于在三千公里的距离里 每天输送超过八万吨煤炭的能量 要让导线能通常地输送电能 首先要保证这条线路上两万多个接头被完美的连接 导线采用压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首先把外层的铝线剥开 露出里面的钢制线缆 接着把两头的钢制线缆插入金属套管内 最后用液压机挤压金属套管 两根钢制线缆就被牢牢地握在一起 内层压接完成之后 再用大套管把这个步骤重复一次 完成外层铝线的连接 压接的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在一百米的高空进行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空中连接之前需要临时抓住导线的两个断头 既不能损坏导线表面 又要承受五吨以上的拉力 要解决问题必须依靠这个 卡线器 卡线器先把保险打开 先放在里面 还要拿着去 把线放进去 把保险关起来 这边风比较大 平常我们刮线或者打到五吨 把这个风吹起来 甚至去加点两的三的 四吨都不止 它刮线的张力达到了十吨以上 好了 绳子再开一点 绳子再点力 大碗 绳子再点力 请慢一点 保持这个收拾 压接的程序与地面上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一百米的高空 每个操作都是在晃动中完成的 再过六个月 这条长达3324公里的输电线路 将全部安装完毕 而这只是个开始 中国版图上 多条同样等级的能源输送通道 已经在规划之中 十一月初的中国南部海域 一艘崭新的工程船 在海岛边的水面上停留了三天 海上风平浪静 船长金锐舰心里却焦急万分 与别的船躲避风浪不同 他正期待着一场风暴 巴尔 别去了 这是一艘深海工程船 中国人愿意花费 接近两亿美元的成本制造它 原因是它无可比拟的深海作业能力 中国的海域 是受西太平洋洋流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 过去在潜水员无法到达的深海 稍微精细的海底作业 根本无法实现 这艘船 仿佛就是为了面对这个挑战而生的 为了测试新船 在恶劣的海况中的作业能力 船长金锐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找到足够大的风浪 过去 中国开发深海中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非常困难 而这艘新船的出现 或许会大大改变这个局面 但前提是 它所搭载的顶级工具 能真正发挥效力 在计划的测试海域 预计的风浪并没有出现 金船长必须重新寻找 一个理想的地点 跟这个迹象图看的话 今天到明天 是婚礼的话 四到五级 一米五到两米的蛋糕 不太理想 我们需要 两米五左右的蛋糕 根据最新的海矿预报 船长和导航员选定了一个新的海域 经过一夜的航行 工程船到达了选定的测试海域 在这里 风浪终于出现 测试马上可以开始 在海洋中进行精准作业的前提是 水下设备的调运是准确而平稳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要求工程船不能飘浮不定 面对时刻不停的洋流 要做到这一点 秘密在水面以下 这就是现代海洋工程船的独特装备 动力补偿系统 也就是说 当海浪对船产生推力的时候 补偿系统能瞬间启动相应的推进器 来抵消掉海浪的推力 这样一来 船就能在原来的位置上保持不动 但是 仅仅依靠这套系统 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船被海水推着剧烈的上下涌动时 动力补偿系统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但是这艘新船 却拥有自己的独门利器 它就是世界最大的 自动生成补偿吊机 这个吊机的绝技就是超大功力的垂直自动补偿系统 简单的说就是 在海浪中 它能够吊起400吨的重量 当船身剧烈上下涌动时 吊机能自动侦测到运动的方向和速度 瞬间做出反应 通过收放缆绳和甩动吊臂的组合动作 来抵消船身的运动 从而保证水中的设备是静止不动的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海矿 测试工作被安排连夜进行 水下摄像头的回传图像显示 巨大的涌浪下面 重量400吨实验箱 只有轻微的晃动 晃动幅度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这是一个令所有工程人员都非常满意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明镜与点点栏目